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没看过 他是里面的一个明星 那他曾经 他今天是2021 他大概在2019是2017 他曾经报警 声称遭到两位 川普疯狂的 狂暴的丧失人性的 支持者的袭击等等 大概就是 他遭到了羞辱 遭到了侮辱 遭到了恐吓 甚至如何 他曾经报警 出现这么个case 结果这个case 在随着警察的调查过程中 发现是他 编造了 一切都是不曾发生 一切不是不存在 完全是他编造了 所以他以编造的方式 营造了这个case 结果被警察识破了 也就是说 他今天活该倒了没了 遭到了报应 他遭到报应的原因 理由 刚才刚刚判他有罪 以叫策划 种族仇恨的方式 引诱仇恨的攻击 是为了他个人的 世俗的生涯 想求得名望 而这种攻击的概念 他声称两名 川普的强烈的支持者的 偏执狂 殴打他 把他的脖子 捆上他的脖子 然后再给他交上漂白剂 为什么交漂白剂呢 当时他们侮辱川普说 治治疗有关中共病毒 去喝漂白粉 这就是美国 但他刚才 刚刚被陪审团 被判有罪 他遭到报应 最高刑期三年 感谢您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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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心